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释迦牟尼我在阿弥陀经的后面就说 我要说这个法门也不容易很难说 那即使说出去的要人家相信也非常非常的困难 没有比这个更困难的 所以我们这个法门是异形道 但是难信的法 所以我们一方面是有这个怨心 那一方面就由阿弥陀佛来推动 我们等于是一个器具来让阿弥陀佛使用 阿弥陀佛要将我们使用 那是阿弥陀佛的事情 也就是说我们发心发愿要弘扬这个法门 之后就由阿弥陀佛来推动 有一句话说 讲经说法 讲道理的 没有人性 那么流露自己信仰的这个信心 就一半的人性 那么如果更进一步 就是由我们身口一三叶表现好这样一个法门 那比较能够吸引人来信仰 也就是自然的流露信仰就有人性 那讲说自己的信心就半人性 那如果讲说道理 那就没有人性 不过这个法门本来就是难说难信之法 所以这个法门在某一方面也强调要有疏散 过去是这方面的善根 如果没有的话 连佛教都不相信 何况是相信这个法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